那我們這裡稍微補充一下 如果你是在電腦上 剛剛有提到可以的話你是用網路攝影機 會比你單純買麥克風來的好 因為你買麥克風 其實每一台電腦音效卡都不一樣 所以你要做一些設定 但是如果你是網路攝影機 它都是安裝下去就可以馬上用 而且大部分都效果還可以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們現在手機其實如果你出去很多都是用語音 可是在家裡面的話其實一樣可以用語音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顆 所以你的學習 老實說還是螢幕大一點比較方便 小螢幕真的 你要做一些事情就不是那麼方便 你在做電腦方面學習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語音的 你看等一下有沒有一模一樣 只是這種的方式是命令式的 請問這附近有什麼美食 請問這附近有什麼美食 請問 這樣有沒有發現比較快一點 對 我女兒現在都用這樣 平板就比較高 最附近有什麼古早味 我就覺得也很好玩 因為其實你有很多地方是不是都有這樣 所以你是不是就省了很多打字的時間 對不對 就快很多 那這個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只要有很多這種的 其實你這樣查就還蠻方便的 蠻方便的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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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